明明没下雨 马路上穿蓝色上衣男子 穿相同色系雨伞 走进槟榔滩 看似没什么异状 没多久隔壁工厂员工 听到尖叫声 吓得冲去查看 槟榔滩老板娘满头是血 遭蓝衣男持菜刀挥砍 她惊慌失措 抱头冲到外头求救 救护车紧急抵达 大江生者送医 警车也到场现场一片狼藉 事发槟榔滩 地上残留血迹 员工赶来把铁门拉下 邻居目睹这一切真的吓坏了 上午11点多台中市神岡 大舟路上 金船有男子闯入槟榔滩内 持菜刀挥砍老板娘 造船49岁王姓女子 头部左耳左肩和手臂 总共缝了37针紧急送医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老板娘私下指出 嫌犯疑似住在附近 但为何无故砍人 警方也全力追捕 警方指出槟榔滩老板娘和嫌犯 并不认识 但为何会持刀砍人 背后原因为何 就得等人抓到了 才能问个清楚 记者杨森王柏英台中自放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